Belmoral Marketing 麗嘉盛海鮮酒家贊助播出 Belmoral Marketing 麗嘉盛海鮮酒家贊助 Belmoral Marketing 麗嘉盛海鮮酒家贊助 一旦你被捕之后 你应该知道你所拥有的权利 通常因为一个原因 你被逮捕 那么警方要做的事情 是立即告诉你 你被捕了 你因为什么原因被捕 然后你被捕之后 你有权与律师通话 与任何你想通话的律师通话 如果你没有律师 然后警方应该为你提供免费的律师 所以如果你要求的话 警方都会让你知道这些权利 当然了就是与律师通话 这个一般来讲会是 尽快尽可能 比方说你是在路上被捕 那么尽快尽可能就意味着 把你带到警局之后 他们跟律师联系上 你自己的也好 你自己的也好 或者免费律师也好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 最近一段时间 醉酒驾驶的人很多 那你在现场在路上 因为醉酒驾驶被捕之后 那么他们会告诉你 你是因为醉酒驾驶被捕 然后他们会带你到局里来 要取你的这个Breath Sample 就气息的Breath Sample 然后会告诉你 你有权利与律师通话 当然他们要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尽快把你带到局里 然后尽快跟律师通话 大概我想应该就是这些吧 就是说你通常带到局里之后 要逮捕你的警官 需要告诉长官 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一个登记室 说Booking Room 那么到了这个Booking Room 长官就要确认 你都明白了这些 所以长官就会问 你明明这个抓捕你的警官 会通知长官说这是某某某 因为什么事情被捕 然后我告诉他 他有权利与律师通话 然后他说他没有律师 可能想与免费律师通话 然后长官就问你 刚才这位警官说的话 你是否明白 然后你要说不明白 他们会再解释一遍 不过我们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就会说我没罪 我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要解释 其实这个过程只是一个登记的过程 就是说我们的长官知道 有这么一个人被抓到警局来了 真正的这种调查过程呢 是另外的 总之吧 就是这边相当于有几道程序 来确保你明白你被捕了 你因为什么原因被捕 然后你知道你有与律师通话的权利 警察呢大家都知道是执法 是执法者是吧 那比方说吧 简单讲完 他那个受到举报了 说某某某在哪里人身受到伤害了 那么警察会立刻赶到出发地点 发失地点 事发地点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警察他会在有足够的证据的签订底下 给你开局一个 这个等于是你指控的那个单子 我们叫charge 他会给你进行指控 然后呢会约定你 什么时候到某某某分局去打指摩 然后第一次出庭 所以警察呢 他是在有足够的证据的签订底下 会定对你提出指控 那么等到你拿了这个指控单之后呢 你要出庭 那么检控官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crown 检控官呢 他会根据警察所提供的资料 对你进行指控 那么想对你定罪 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找律师 律师呢 这个时候呢 就在调查事情的前提下 为你做出最大有利于你的辩护 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呢 可以帮你开拓你的罪名 因为的确是不成立的 或者是对你的指控是不恰当的 所以这个时候律师呢 一定是能够帮到你去 对警察所提供给法庭的那些证据 进行跟你一起进行核实商讨 然后呢警察会和检控官举行一个会谈 那么争取就是说对你的处罚呢 指控呢 第一是开拓 第二呢是减轻 第三呢看看有没有就是比较妥当的办法去解决掉 所以你的律师一定是帮你在这个受到指控的前提底下 去有效的有利于你的方面去最大的去解救问题 其实警察我刚才讲了他都是按程序办事情 一旦他决定逮捕你了 那么就说明他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和情形来逮捕你 那这个时候你在跟他理论是没有用的 但是警方不是最终的这些就是现场的警方他只是起诉你的一方 就是他认为他有足够的证据来拘捕你啊 当然最终接下来肯定一般都是会指控你 就是说你你当时没有必要再去做任何理论 你最好的就是合作吧 因为他已经做了这决定 那么就是他认为他已经有足够的东西 你最好最好就是合作 一旦你怎么说呢 你抗拒增加一成 那么警方的反抗拒可能会增加两成 因为他要尽快控制局势 所以一旦这最简单的就是说 一旦他说让你离开 你就必须离开 没有必要理论 因为根据程序 这就证明你要离开了 如果不离开他有权抓你 如果你还要跟他理论 不愿意被他抓 他就只能把你靠起来 到了这个时候 如果他要靠你的时候 你还反抗 那他就会再增加一层的这个 再怎么说 再增加一层 所以你最好的方式 是接收这个指控 然后收集所有对你自己有利的证据 到了法庭上去陈述 警察呢 他直接就会告诉你说 我要逮捕你 OK 那么到时候呢 警察会用手铐靠住你 这个时候呢 最最基本的一个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权利 通常大家都很清楚的 就你可以保持沉默 因为如果你那个时候要说任何东西的话呢 以后会被警方或者检控官用作 对于你不利的这个证据 在法庭上进行对你的指控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可以保持沉默 一旦当你被带到了警局之后的话呢 他们当然都会经过一些必要的程序 没收你的私人物品 然后呢 最后会问你 你需要不需要跟你的律师通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当然应该说需要 那如果你没有律师的话呢 警察通常都会有一个 他们的那个就是指定的律师 这些律师呢 他们一般都是随时on call 就是随时可以接你的电话 那么你跟他们通了电话之后呢 他们会简单的告诉你一些情况 就是说 不用紧张 然后你所有的情况呢 现在也不便多说 你明天出庭 我可以在什么地方建你 帮你出庭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你到了庭上 如果没有律师 能够跟您咨询的话呢 那么第二天出庭的时候 你可以到时候和当职的律师 我们叫Duty Counsel 它呢可以跟你进一步的探讨你的情况 那么你要记住 你跟律师之间的对话 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也就是说有保密协议的 那么你可以寻求律师的帮助 跟他讲实话 但是呢 你要跟那个警方的话呢 最好能够保持沉默 这样的话呢 在律师的建议下 你可以知道 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 立家圣海鲜酒家 天天茶室 特惠武士 超值盒菜 选料新鲜 美味可口 日日爆满